凌安风电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CIP 与世纪风电联合举办了 三之一期冯庙风电进度报告 继世纪风电世纪晴天塔 公开亮相预告活动 展示了三之一期冯庙风场最新的进展 针对风机越来越大型化 我们冯庙风场会使用Vestas V236 还有15MW的风机 这个会是现在世界上最大型的商业化风机 以我们帐帮西岛跟中能而言 目前在安装的是9.6MW 也是整个亚太最大规模的 那刚刚配合世纪钢的超大型的水下基础 基本上这样子可以减少整个风机安装的支数 而它的这个风场的这个所谓的容量因素 会搭配着风场越远海风速越高 风机效能越高来到达一个更有效率的发电的表现 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CIP 与世纪风电针对三之一期冯庙风场的采购受电融资 三大面向是直径展发表成果 在采购方面已完成全数关键采购合约之签署 针对多项制造合约已支付先期款项 启动生产准备 受电方面风场容量接近全数完手 在融资方面 在今年8月份正式启动融资程序 目前正在汇整国内外融资一项 规划于2024年12月融资到位 我们逢庙风场是500MW 然后目前的整个建厂成本是1400亿 所以这是一个超过千亿的大型融资案 这个我们从8月中开始 然后非常非常有企图心的 希望能够在今年底融资到位 目前的进展一切算是顺利 所以总共有超过25家的本土 跟国际的银行团 还有不同的外国在主权的出口信贷 已经对冯庙计划展开了兴趣 以及展现了高度的信心 所以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我们现在正全力力拼 能够融资到位 我们冯庙二期 也在三支二的区块开发选商 成功的获得了600MW 那冯庙二期其实就是 仅邻冯庙一期都在台中 那冯庙二期呢 目前我们现在是 以很谨慎的在往前进 重点就是 因为CIP是世界上最大的 绿能的基金的投资者 跟基金的管理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秉持着 良善的基金管理人的责任跟义务 来在每一个国家进行 再生能源的开发跟投资 所以以目前这个冯庙一的 1400亿的专案融资 一旦这个有正面的明朗的进展 那融资到位之后呢 我们会立刻展开冯庙二的 各种的采购规划 世纪风电则在活动之中 首次公开为三支一期冯庙风场 所打造的世纪晴天塔 应应冯庙风场将采用 亚太首批XXL机套管式水下基础 世纪风电赤资超过新台币38亿元 打造世纪晴天塔及五旗厂房 用于XXL机套管式水下基础的制造 随着台湾海峡这个风场 这个风气越来越大型的话 水深越来越深 所以这个水下基础一定会越来越大 那尤其要兼顾这个地质条件 还有这个包括台风跟地震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下基础的制造 不要变得非常坚固跟强韧 那以水下基础在海上至少要出立25年的 这个条件以上呢 我们自立风电已经具有一倍的一定的 这个技术能量 那最困难的当然是焊接跟组装 但是以我们这几年来跟CIP合作的这个经验 跟这个过去的一些例子 已经可以得到说 其实制造的技术不是问题 但是如何制造 把东西制造能够serious production 顺利的制造出来 然后符合成本 符合这个业主的成本 把成本降低下来 符合公安的要求 这是最主要的挑战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跟CIP共同研究 把这个擎天塔做出来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项目的原因之一 除了可以加速制造的效率以外呢 同时也可以增加这个公安的保护 因为人员上去可以用电梯 也可以用这个空桥 进行这个人员的上下 这是相对的比较安全 世纪擎天塔 主要由三座超高塔连结而成 将有两个大阻力工作站 以固定式吊装方式进行 XXL级套管式水下基础之大阻力作业 我们现在做擎天塔的规格 高度吊钩高度是在这个115米 115米 所以我们可以吊到110米到100米的 这个水下基础的 那个JICU的高度都没有问题 那吊车是1600吨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 这个吊车把上面这个TP 这个转阶段跟上部结构的部分吊起来 然后再用下部结构 用多轮车运下去 然后再把这个上部结构放下去 来做焊接的动作 所以这个效率一个turn around 大概turn over大概是9天5天 一座大概9天5天 我们就可以完成结束 所以一个月大概 我们可以两座提琴塔做起来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做到6座 5座到6座的产量 CIP区域总裁徐乃文表示 台湾要从政府顿购 进阶为企业购电 是构大的挑战 政府与购电企业 融资方 产业链 及开发商一起努力 以重整投资环境 展现台湾落实能源转型的韧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